霍启刚的及时道歉 离不开家庭的教育 以及郭晶晶爱的付出 1月7日 霍启刚突然发文向全香港市民道歉 言语间充满了恳切的愧疚之意 不少网友好奇 一向温文尔雅的霍启刚才上任 难道就犯错了 原来是霍启刚参加了同僚洪先生的生日宴 结果宾客中有两位确诊新官 按照防疫要求 霍启刚和当天上百位宾客均要隔离21天 对此 霍启刚发文申表歉意 同时也说明了4点 第一 他事先不清楚有上百位的出席人数 第二 他只在宴会地待了12分钟 送上生日祝福便离开 第三 他全程戴着口罩 站在户外 没有用餐 第四 离开时也属于安心出行 而网友们在评论区 也是纷纷称赞霍启刚之错能改 有担当 霍启刚也并非想去聚会 不去人家怎么想的 左右为难 最大程度地做好防疫工作 事后又及时道歉 说明霍启刚的教养与素质棒棒棒 有错就认错 有修养 值得表扬 网友们能一致地为霍启刚说话 关键还是打铁需要自身硬 霍启刚虽说是一个顶级负二代 负三代 但他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 同时还有着极深的国家情怀 以及社会责任感 关键他还很低调 而能让他这么优秀 除了霍启刚自身的努力外 更离不开他爷爷 著名爱国人士 商业巨人霍英东 以及他爸爸 现任霍家 掌门人霍振庭地以身作则 上世纪五十年代 霍英东义无反顾地为志愿军 抗美援朝支援物资 上世纪七十年代 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足联委员的身份 以及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 带着国外留学的霍振庭 一起为中国重回国际澳组委 奔波于各个国际澳委会里的国家 在北京深奥这件事上 霍英东更是出资又出力 为了取得当时国际澳委会萨马兰奇的支持 霍英东以中国组委的身份捐赠100万美元 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 此外还承诺与欧洲国家的一些经济项目合作 同时北京奥运会的水利方建设也捐赠了2亿元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霍英东设立的教育基金 已经为祖国各地教育事业捐款达到了7.6亿港元 儿子霍振庭在父亲霍英东的教育以及影响下 也将老爷子对自己的教导 读书做事都要为中国人争气 一字不落地传承给了霍启刚 霍启刚也是毕业于世界名校之一的牛津大学 还曾任职过全世界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高盛的分析师 现在的霍启刚选择弃伤从政 要的就是身体力行地传承着爱国精神 以及承担着社会责任 要说霍启刚曾经的优秀 多源于家庭 那么他现在成功的背后 自然就离不开一位贤内主 郭晶晶的支持 在2004年 霍启刚与郭晶晶在老爷子霍英东的引荐下认识 当然两人也是看对了眼 一直到2011年 郭晶晶退役 霍启刚都在幕后默默地陪伴着 两人于2012年 在霍家的香港老宅举办了世纪婚礼 而霍家也是给足了郭晶晶面子 不仅请来了社会上各界名流 包括约旦王子王妃 赌王和洪申 李嘉诚 刘德华 公共霍振庭 更是当众讲出引起港媒轰动的 郭晶晶嫁到霍家 是下嫁 而现在也换郭晶晶在幕后守护了 不仅为霍家生儿育女 还在事业上默默地支持着 郭晶晶时常会陪着霍启刚一起游走 在香港的小巷子里做公益 也会陪他一起在街头宣传爱国主义 在霍启刚选举的时候 郭晶晶送上领带 默默地支持 而郭晶晶 霍启刚能深受广大网友们的喜爱 除了他们相互支持 相濡以沫的爱情以外 还有他们的朴实无华 按他们的身份与经济实力而言 想怎么奢靡都可以 但平日里的两人不仅平易近人 就连服饰也都看着普普通通 当然 他们也把自己的优点传递给孩子们 会带着孩子一起下乡插秧 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 感受到劳动的价值 所以说 霍启刚是一个积极向上 同时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就从这次参加生日宴会的道歉事件来看 霍启刚能及时地向公众致歉 正如网友所说 这次错的重点 应该是那位同事 只不过 虽然霍启刚和郭晶晶幸福甜蜜 但是霍家最近却因为财产问题 风波不断 据了解 霍英东长子霍振婷75岁 与前妻朱玲玉下霍启刚 霍启山 霍启仁三个儿子 霍启刚的太太是跳水皇后郭晶晶 两人育有二女一子 次子霍振婷与女明星陈琪琪婚后育有一女二子 据港媒1月8日报道 霍英东家族第二代在先征产案 霍英东长房三子霍振与不满二子霍振婷 疑似隐瞒霍英东在南沙50亿到70亿的项目 到法院起诉大哥及二哥 该案件将在1月11日开审 报道称 这是一起霍家掌房的内战 五名子女分成两个阵营 起诉方是三子霍振宇及掌房两个女儿 被告方则是霍英东长子霍振婷及次子霍振婷 主要的答辩方应该是霍振婷 目前 双方已经聘请了星级律师 内战一触即发 据了解 霍英东与大太太吕燕妮生前育有五名子女 长子霍振婷主管体育方面 继续为国争光 次子霍振婷则掌管核心产业 为人比较强势 霍英东去世之后 掌房曾掀起征产战 二子被三子指控私吞64亿家产 兄弟反目成仇 后来在霍英东生前好友的调解下 掌房子女达成和解 将110亿产分给二房 三房成员 剩余的200亿平分给掌房三兄弟 人均65亿港元 不过 掌房到了2015年再次掀起内战 三子霍振宇及掌房两个女儿霍丽萍 霍丽娜重启征产诉讼 该安排到今年正式开打 霍振宇方面要求大哥 二哥将上述财产转移到掌房新成立的公司名下 还指控两人隐瞒50亿到70亿港元的遗产 向三人做出赔偿 港媒在文中指出 掌房五名子女都会到庭做供 双方还会传召公司的董事老陈子及其他员工现身 律师准备了1000页的开案陈词 估计法官光是听完整个讲解就要4到5天 而案件为期60天 据了解 霍英东长子霍振婷75岁 与前妻朱玲玉下霍启刚 霍启山 霍启人三个儿子 霍启刚的太太是跳水皇后郭晶晶 两人育有二女一子 次子霍振嬛与女明星陈琪琪婚后育有一女二子 三子霍振于与何丽萍生下两个儿子 大女儿霍丽萍及二女儿霍丽娜分别有一个儿子 如果按照人头分产的话 长子和次子有绝对的优势 掌房争产案会留到今年才打 估计跟母亲吕燕妮有关 吕燕妮于2020年去世 彼时霍家一二三房成员都参加了丧礼 丧礼的主要负责人是长子霍振婷一家 次子三子也有出席 但两人几乎没有同框 可见兄弟二人早已不合 据说吕燕妮生前一直劝和 子女也隐忍到老人家去世一年后才开打 当年霍振婷为了避免郭晶晶卷入其中 还允许他们夫妇搬离大宅 远离是非之地 如今霍振于主要矛头指向二哥霍振环 表示当年南沙的项目只有霍英东和霍振环之导 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但连同霍振婷一并起诉 估计霍振婷虽然没有参与 但属于知情的一方 对于霍家的事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